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长也教育了 这事要不然就这么算了吧 不不不 即便警察这样说 您也不能就这样算了 您可以这样说 我的孩子是没有受到外伤 但是呢 对方随意的殴打辱骂我的孩子 依据法律的规定 我是可以追究他的法律责任的 16岁以上呢 追究的是刑事责任 16岁以下呢 追究的是治安责任 只要一例案 那么对方呢 就会有前科 所以对方家长这个时候才会真的重视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 您可以在警察的见证之下 让对方家长出具一个保证书 保证之后不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一旦违反 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然后让孩子的家长签字 这个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被霸凌的问题 要让施暴者害怕 感受到我们的反击 只有害怕了 才真的不会有下一次了 这样一来 也是我们对孩子的一次 非常有力的支持和保护